欢迎收看今天的炮新闻 今时马2.0属席陈玛丽亚虽然在昨天重获自由 不过全国警察总长Densley-Kali-Abu-Baka今天表示 警方对陈玛丽亚的调查还在进行当中 必要时警方会重新逮捕陈玛丽亚 Kali今天在武吉安曼见证接收10辆摩托车的仪式后表示 提早释放在国家安全法令下被扣查的陈玛丽亚 是因为警方已经完成了调查工作 不过他强调警方会继续调查陈玛丽亚 警方目前援引和平集会法令调查陈玛丽亚 警方有警察在中央托车在中央托车 去保护警察在中央托车 他能够拥保护警察在中央托车的区域 他能够保护警察在中央托车的区域 他能够保护警察在中央托车的区域 所以我们能够保护警察在中央托车 去保护警察在中央托车 但警察在中央托车的区域 我们要保护警察在中央托车 女性的力量也能够保护警察在中央托车 包括在中央托车 所以我们要够保护警察在中央托车 另一方面竞选22.0主席陈玛丽亚 今天出庭聆听她本身申请人身保护令的审讯 向媒体展示她收到的子弹死亡恐吓性 和一枚45毫米的子弹 这边图这边有意识的 这是我给了战和保护警察 它有意识的 关系最后是因为它毫无法护警察 辖舞臀 当然这边不说我 美娄和妻 好 内面 我并不在这里 但可能你也可以在现在 内面是一� wp 陈玛利亚相信本身是在竞选盟前夕 接到有关恐吓信 不过她在竞选盟5.0集会前一天被警方逮捕 直到今天早上才看到这封恐吓信 相信有关信是之前冲着竞选盟5.0集会而来的 早前轰动全国的一名31岁的警员 在雪兰娥的割打白沙罗执亲时 发现18岁的女学院生与男友车阵 趁机威胁女学院生与她发生关系 作为不对付对方的代价 这名前警员莫浩默法司法里 今天被控强奸 进行违反自然性行为和威胁的三项罪名 被巴打林地方法庭重判 监禁35年和鞭施15下 巴打林地庭宣判31岁的被告 在今年1月27日 滥用警员的权力 在割打白沙罗双威广场的一个男侧内 干下有关的受刑 吉兰丹森林局在警方的协助下 今早采取强硬行动兑付 早在两个月前设立路障 阻止伐木工人及树桐罗里 进入森林工地作业的化妄生原住民 根据人权律师西蒂卡逊在脸书的贴文 6名警员及多达27辆森林局官车 今天早上拉大队前往化妄生 辛邦巴蒂尔的路障 逮捕了18名正在负责看守路障的原住民 随后官员也摧毁了这些路障 吉兰丹原住民联盟秘书 穆斯达法阿龙过后表示 他与其他14名原住民也被警方逮捕 目前累计32名原住民被捕 针对警方的逮捕行动 西蒂卡新将会提供法律援助 协助这些被扣的原住民 雪兰额双文单伊达曼花园 土崩地线的导音 初步鉴定是地下水流 导致泥土流失 尽管雪兰额水工公司 已经关闭流经该处的地下水管 但是地下水流的问题依然存在 当局目前还无法鉴定 真正导致地线的原因 雪兰额州务大臣 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今早视察土崩地线灾区后表示 公共工程局鉴定地下水导致土崩地线 加上雪兰额水工公司第一时间 关闭当地地下输送馆 但是地下水流问题依然存在 阿兹敏表示 因为地下水流问题依然无法解决 警方已经宣布灾区为红色地带 他也表示 雪州政府将会承担受影响地区 全额500万令吉的维修费用 诚信党沙阿乃国会议员 卡丽阿都沙默今天表明 他不会收回早前发表流氓加码 和加码厕所的言论 我向上教他招 Virginia 也是武统大港区会主席的 拿都斯里加码尤诺斯 昨天要卡利阿都沙默收回 指他是流氓加码和加码厕所的言论 泰国国会今天宣布 邀请王储瓦吉拉龙公继承王位 成为泰国新任国王 这个任命也否定了 已故泰国国王普密鹏 在10月13号逝序后 有关泰王继承人选的 各种揣测 泰国首相帕拉玉 今早召开内阁会议 交出储君名单后 国会召开了临时会议 宣布邀请王储瓦吉拉龙公继承王位 这意味着年轻时丑闻不断的 王储瓦吉拉龙公 将会登陆成为泰国拉玛十世国王 在这一段时间 我们在这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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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段时间 我们在这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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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有线 北边大陆在这两个节句 就在这一段时间 重要的是 宣布 在它这一段时间 信用 好 完蛋了 根据泰国王室的程序 先王立下的储君必须接受国会邀请 才能继承王位 泰国两名高级军官的消息 前后证实目前长期住在德国柏林的 瓦吉拉龙宫 将在星期三飞回泰国曼谷 准备进行登基程序 一名来自索马里的难民大学省 在美国时间星期一早上9点40分 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校园 手持大刀见人就砍 砍伤了11人 最终被警方当场打死 凶手奥杜拉萨阿利阿探 先把车子撞向人学后 下车见人就砍 一名正在大学校园内 检查气体泄露的警员 一分钟内赶到现场 开枪把凶手击毙 警员开枪才惊动了校方 误以为有枪手闯入校园杀人 校方在事后半小时 搞清楚情况后 解除学校的紧急状态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